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凌凌 两岸大事 国际焦点 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在YouTube上收看的观众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也欢迎您在影片下方留言 和我们互动 那首先要欢迎今天到场嘉宾 第一位是前职线外交官 借文吉介大事 凌凌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以及台北市议员 侯汉廷 汉廷议员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 彭华干干哥 伊凌好 大家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带大家来关心到 虽然加拿大跟中国的关系 在过去几年持续紧张 在政治交往上停摆 但是双方的经贸并没有中断 但现在 加拿大突然说要保持清醒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到 根据广播报导 加拿大副总理方慧兰 他表示 外界普遍认为 二十多年前 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是个错误 并且认为 现在该是对中国贸易 保持清醒的时候 报导内容更指出 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WTO之后 常常用经济霸凌的手段 来威胁他国 包括台湾 立陶宛 还有澳洲 都成了受害者 这几年 更在经济低迷下 透过政府补贴 把电动车钢材这些产品 用低价请销全球 招来了多国反制 好 为什么加拿大突然之间 开始找中国麻烦 什么样原因 其实这个 从杜盗总统上任以后 中国大陆跟加拿大关系 就一直就是 等于说是一直往下行 没有改善 那我认为最主要原因是 加拿大要配合美国的政策 其实现在作为美国的盟友 大概每天接到美国方面的 都是压力的电话 都是要他们在对中国大陆 采取一个共同的立场 那也正是美国 这个国家安全报告里面讲的 就是说美国认为 就是说目前跟未来 可见的未来 对美国这个国家 最大的持续性的一种威胁 就是中国大陆 它不但是在军事上面有威胁 在这些贸易上 经济上 甚至科技上 还有美国最在乎的就是 所谓的这个治理的典范上面 都对美国持续造成 一个威胁 所以美国 很多美国学者都承认 就是说未来美国跟中国大陆 这个竞争 不是说三五年 是五年十年 甚至会延续到 这个世纪的中叶 这个是一个 国际社会基本的主调 那美国的做法是很科学的 我今天把你视为威胁 我就要把你压下去 甚至要把你击垮 所以基本上现在 尤其拜登上任以后 他走的是一个打群架的方式 打群架就是除了美国之外 美国的盟友都要跟美国 在政策上要一致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对美国来讲 对加拿大来讲 这个是美国的头号盟友 因为他们这个不仅是 这个意识形态相投 而且是有全世界 大概最长的国界之一的 一个铃国 所以过去加拿大 曾经试图想走自己的路 可是这几年 看起来加拿大 跟美国的关系 是抱团的更严 所以我认为加拿大的这个政策 是尤其对中国大陆政策 大概已经脱离掉它的主体性 它没有它自己的对中国大陆政策 对中国大陆政策 就是跟着美国对中政策一起走 因为对加拿大来讲的话 它国家不管在整个的生存发展 国防跟美国的关系 是无可取代的 所以它是一种选择 而不是真正要对中国大陆 做一种客观的评述 所以他讲的内容 就是参考一下 这个副总理讲的内容是否属实 可是问题这是他一个政策的表态 我觉得将来 加拿大政府会跟美国的政策 背道而驰的几率非常小 所以基于美国关系至上的一个原则 我想加拿大对中国大陆这个政策 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应生虫 就是美国的应生虫 然后美国就是它老大 跟我们来看到这位加拿大副总理方慧兰 他还说到 加拿大现在在考虑 是否要跟随美国跟欧盟的做法 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征收更高的关税 那也提到 加国政府就如何应对中国大陆 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的公众咨询 说范围可能不仅限于电动车 而是会更加的广泛 不过另外一项消息 加拿大公共养老金的计划被曝光 用数亿家园要投资中国的电动车 相当引发关注 因为现在正当杜鲁道政府 一下说要提高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关税 那另一头说要拿这个公共养老金 来投资大陆的电动车 汉婷你怎么看 首先呢 加拿大的养老金投资中国大陆 从2004年就开始 陆陆势力非常多 然后这边其实简单罗列了一下 就是大概在近十年以来 投资中国大陆不仅是投资电动车 就方方面面 其实都有 包含这边可以看到字节跳动 或甚至更多的 那目前的报导是讲说 哎呀 竟然是投资中国大陆 有六亿的家园 但其实加拿大的养老金 拥有阿里跟腾讯 好像也都有九亿家园 跟几十亿的状态 所以对于他的一个投资计划来说 就是基金的负责人 他说这不是要投不投中国的问题 这是如何投的问题 因为对他们来说很简单 风险投资 我基金投资 本来就是哪边有钱 就往哪边投 那不过呢 就加拿大内部 就其他有一个审核的委员 针对你这个风险投资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出入账 或者呢 他有没有其他的地缘政治的风险 由这个委员会来做评估 那这个委员会呢 就在这两年当中 就对于加拿大的养老基金 做出了一些警告 就认为呢 不可以再去中国了 一方面是这个政治因素 而且说呢 你看这个前两年 中国大陆的房地产的问题 所以你的投资收益 好像有所下降 那也确实因此 在去年的时候 加拿大的养老金 对于大陆的投资呢 整体的占比是有所下降的 可是呢就相较之下 它仍然存在一定占比 只不过加拿大内部 比较反中的人士 他就认为说 应该要再进一步的 再有所降低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新闻 只不过呢 就是对于基金的投资人来说 他自然只是选择各式各样 他认为应该要有所投资的项目 而这刚好跟近期 加拿大针对大陆的电动车 说要发出关税 而形成一个可笑的对比 但实际上 对于投资人来说 它是没有什么太多 政治或意识形态的 纯粹就是哪边有钱赚 他就去赚哪里 那也不要把它认为 它是一种所谓的两手策略 因为它其实是各想各的的问题 所以呢在这边只能够说 加拿大如果要对大陆的电动车 来刻意关税 本来就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因为大陆出口来说 其实并不是很多 而且呢你加拿大内部的 这些汽车业者 也不是什么应该要保护到的 很强势的这些企业跟产业 跟日本比啦 跟德国比啦 跟法国比等等来说 你的汽车产业并没有那么样的厉害 那也因此我们还是就事论事 一方面它是跟随着美国的脚步 要对大陆进行制裁 但是投资呢 它还是认为有钱赚 那就应该要投哪里 是好说到加拿大动作 我们还来看到 有两个观察点 首先来看到彭博的另外一则报道 内容指出 加拿大已经掌握北京 在西方民主国家设立秘密警察局 用来监视还有恐吓其海外的侨民 那现在加拿大 美国 意大利 德国 还有英国都在努力解决 还有就是在争议不断的南海地区 传出菲律宾之前 就是透过加拿大军方提供的 最新型船只隐藏装置 暗船探测技术来突破中国大陆的防线 直到说非常靠近仁爱礁的时候 这才被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发现 好 现在加拿大跟颈美国 站边菲律宾 就是刚刚介大使提到的抱团 安婷玲如何解读 加拿大这所谓的暗船探测技术 是说因为在有一些船 它会关闭了卫星的定位系统 但加拿大的探测技术 是仍然能够发现这一些 位置船输设备已经关闭的船只 也叫暗黑船只 所以从去年开始就是说 2023到2028年 跟菲律宾有技术共享的协议 那么也在上个星期 菲律宾海警的发言人 也特别说我们用了这项技术 就已经成功发现到了 大陆的某某船 比较靠近了 就非方所宣称的经济海域 所以他说你看 这个果然是相当有效的 不过实际上就是 菲律宾所点名的那一艘 长达165公尺的船 菲律宾说他是一个大怪兽 但那一艘船好像从头到尾 根本就没有关闭卫星定位 你知道吗 你有这系统好像也没啥了不起的 因为大陆所有的船 基本都是大开大合光明震 因为它盾位太大了 它也没必要长 而且对中方来说 这本来就是中方所拥有主权的海域 它到哪边都不需要去关 那么如果真的是有一些渔船 那种小船的真的是那种非法捕捞的 那么目前的探测技术似乎还没有办法那么精准的捕捉到 所以这样的一个技术可能对于菲律宾来讲蛮激乐的 真正那种非法捕捞的小船 你抓不到 然后呢大的这个船舰你可以捕捉得到 但是中国大陆又从不隐藏 所以实际上它只是菲律宾为了要展示自己的源外力量 你看我又美国相挺 我又跟加拿大相挺 我又跟谁谁谁的合作 菲律宾今年的整个上半年所有的外交活动 都是针对南海或者菲律宾目前自己改口 叫做西菲律宾海 都是在跟中国大陆进行不断的争执 或者是挑衅的动作 所以它严格上还是在整个的美国所操控之下 并且的菲律宾原外联合打击中国的一个布局 是我们再来看到中国海军科学家首度披露 大陆军舰用以对抗美国EA-18G咆哮者的战术和技术 这是中国学术期刊雷达跟对抗他们发表的论文 内容指出人工智慧为解放军的雷达提供对抗咆哮者的关键优势 好 哥哥请教您怎么看说这个咆哮者电站机 现在落入了南海杀手网 我们要先有一个观念就是说 其实在电子作战当中 40年来的经验 美国从1980年代开始因为越战的教训 所以说它在电子战的方面 它早就已经投入很大的资金跟精力在里面 那在这一方面的确 以俄罗斯为主导的前苏联集团 他们在这方面是比较落后的 那相对的中国在方面也就跟着落后了 可是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EA18G 我现在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一架飞机 这整架飞机是什么意思你知道 这整架飞机就是 它不是拿来作战 就是不是拿来击毁对方的有生力量 人或装备的 它是来击毁对方的雷达用的 它是全方位 全频道 全向位 所有它进入战场的 敌方的雷达都会被它干扰 都会被它干扰 所以说它在航空母界上面一飞起来的话 它就要掌控这方圆 500公里之内的电子作战优势 那现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一个雷达专家 刘尚福 他说 他们现在已经有特别研发了 AI智慧雷达 这个AI智慧雷达 大家就想 这是什么样的东西 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听过 对不对 好 AI智慧雷达 它就是说 它集中信息 也就是说 通常来讲的话 你会面对对方的攻击的时候 就是单一的雷达 去收集它的雷达波 然后去收集它的数据 然后就展开对抗的行为 对不对 不是这样 他们现在 就是说 我们大陆的科学家 他们已经发现了 他们已经发现了 他们现在可以把快速处理器 放在感知系统里面 然后运用AI技术 我刚才讲过 40年前没有AI这样的东西 那你现在美国也要把AI 放进感知雷达里面 放进电子作战的环境里面 那已经比大陆至少晚了三年 也就是说 今天在对付EA-18G 我刚才已经介绍了EA-18G 这样的舰在 航空母舰 舰在电子作战机 这是美国最强项 也就是说 美国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去的时候 它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总共有11个 它到了任何一个海域 电子作战机一出手 你的电子作战系统通通瘫痪 它就可以直接发射 AGM-88 反辐射飞弹 它可以直接击毁 军舰上的雷达 那你就变成瞎子了 所以在中国在这方面 有这样重大的进展 对于南海的局势而言 大家知道南海最近打了好几场 很重大的电子战 可是这个技术的突破 是对大家来讲的话 是一个全新的认知 会觉得说 如果说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话 有这么大的突破的话 那将来在海战上面的样貌 会完全改观 那是对于南海的大陆在这方面 到达射的最后 是如果大陆在这方面 有一定很新的 他打了